大家好 今天是2016年的10月28號 今天VR界最大的新聞大概就是這一塊 VRCarno 9的體驗版終於上線了 這是它的下載網頁 官方網頁很明顯它全部都是英文版的 英文的網頁 它的動機也很明白 就是要打國際化囉 這邊有一點我稍微有注意到 它的希望售價居然是50元 我猜是美元 50美元這個 我大概不會買吧 搜索的過程蠻意外的一點 就是說它居然上了濾光 10丁濾光 然後好像還蠻多人期待的耶 雖然我也是希望上架 好的 那這不重要 我們再來看程式 它的前導介面是這樣 這邊可以調整畫質 我已經測試過了 大概這樣子會比較順 我的顯示卡是GTS 1080 我是調成這樣 Quality和Renderscale 調成200% 那我們就點Vive 開始啦 Via Carnojo 這意思就是Via女朋友 這個Attention 這個真的有點惡意 你身邊有家人嗎 你現在是一個人嗎 你有沒有戴耳機 你有沒有鎖門 蠻惡意的齁 好 那這是房間 那經過測試之後 應該是這個數據調整 最好了齁 應該是可以走動吧 可以有Rinescale效果 欸 提到東西了 所以我們就是要坐在那張椅子上 跟女主角 互動了 然後看一下有什麼功能 按原盤可以重新定位 好像把我位置定錯了 按哪裡它才會重新定位 好 沒關係 或別招 好 OK 這樣應該有正 那麼它是用頭秒的齁 應該是為了遷就Oculus的關係 我們這邊用 我們這邊用頭秒好之後 擴板機開始 你離選 我在想要超級彩樣可能 要從外部開吧 設定上不是千梅竹馬嗎 為什麼還要自己介紹名字 講日文然後要看字幕上 好像有點 有點忙欸 你要不要看 看裙子 偷看裙子裡面 不想看 怎麼看 摇頭就可以了 確定 不想看 那我如果 它弄怎樣 蛤 這什麼邪惡的視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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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出遊戲範圍 蛤 所以會有時間要你去看裙子喔 看內褲喔 蛤 算了 因為我不希望我的頻道被 被攻擊 所以 我就不看了 所以遊戲內容就這樣而已嗎? 所以遊戲內容他的體驗版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你去看他的內褲而已 OK那以遊戲形式的話 我是覺得當然有個問題是說 因為他是講日文 然後字幕又在固定位置 所以變成說好像 玩家好像很忙 這功能幹嘛的? 玩家好像很忙著要去看 一邊聽一邊看字幕 這benchmark是怎樣 有點惡意喔 幹嘛嗎? Let's go 好這分數幹嘛的? FPS 90 OK 對那麼 椅子有點嚇人 應該可以走動對吧? OK有ROOSE給我 喔!剃到東西了 我覺得那東西比例很怪怪的欸 比的話是不是太大了 椅子好像做得很... 很... 好該怎麼說 那很多東西他... 我不確定他故意做得很粗糙還是怎樣 好像是要... 省資源吧 跑分數跑完了 所以就看了他睡覺 跑分數 就這樣 好的 所以這個就是他體驗版的全部內容 那我現在要幹嘛 要回去嗎? I want to be a fan 嗯? 呃... Fan是指電風扇嗎? 好啦 我說冷笑話 按下去會怎樣 還真的是... 還玩To be a fan 我刚才随便讲起来真的耶 真的是当电风扇 不好意思我被我之前的笑话也吓到了 反正这个体验版就是逼你去看人家那一库就对了 那以游戏方式与形态来讲它毕竟是蛮新鲜的啦 以PC上的VR游戏来说 这个体验版应该就是这样子了 就录到这啦 我只会觉得 我只有被刚才电风扇笑的 给打到点而已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持续追踪看看 那 或许有人会喜欢啦 不过这不是我的类型 那以互动方式我会觉得它可能 真的要去调整一下 因为头苗这种做法 真的太过牵就有可能死了 好的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今天介绍的是VR女朋友 就是VR女朋友 好 那就是很明显是要跟 PSVR上面某款游戏打对台的游戏的东西啦 好 那 我个人没什么兴趣 OK 好的 你有什么意见啊 有什么想法想要分享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这几天我会花点时间去应究 再投影 那叫做非同不是在投影 OK 那么 谢谢观赏 拜拜 compliqué 先来 是的 好 konse